那男人多半都会吹你 我也吹 但是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你最让人担心的一点是 牛都吹破了 还要死成 所有的牛都是会破的 一旦破了之后 你就变成了一个不成性的 而这种不成性 一旦层层累加 你身边对你不信任的人 越来越多 你的路就越来越窄 你一点都不尊重他的母亲 你在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你说口才好啊 你知道你脸上 大大的写着轻浮两个字 当着一个长辈 而且有可能成为 自己将来丈母娘的长辈 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说 好口才啊 轻浮 人应该真实 偶尔吹点小牛 那算是小幽默 但是一定要切记 不要见了棺材都不掉泪 听见没有 听见 为什么他会找你啊 因为你性了他的牛嘛 你为什么会性他的牛啊 因为你内心也虚弱 你怎么会想起来 有点小辈子 你怎么会想起来